我們來看一下在441的這地方 講到有關XML的部分 那各位可以先看一下 這裡有一些相關 它這邊已經有提供給我們一些 這個XML的練習檔 它的結構你可以按右鍵 右鍵一般特別注意就是說 因為像我這一台電腦 已經有安裝這個軟件叫做 NordPay 加加 如果說你的電腦有的話 你就用這個來開 如果沒有的話 當然你頂多只能按編輯 用那個記事本來開 那什麼記事本加加跟記事本有什麼差別 按右鍵我們用編輯給大家看 這樣也可以看對不對 可是是黑白的 對不對沒有任何的這個顏色 那你按右鍵 叫NordPay++打開來之後 它會用什麼方式呢 用彩色的 而且這個軟體的好處是 它適合各種的程式語言 比如說像VB也可以開 XML也可以 甚至Java也可以開 它會自動去幫你把 那個程式語言的東西 做顏色的格式化 讓你看起來會一目了然 甚至你可以看一下 第一個是上面的版本 它的版本是1.0的版本 然後它用的語系是UTF8 然後接下來的話 你比如說這個地方有標籤對不對 上面跟下面一定是一對的 點下去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嗎 上面在這裡 頭在這裡尾巴在這裡 那它的結構基本上 那個標籤一定是有頭有尾 尾的話一定多一個斜線 那這個XML實際上是HTML的延伸 因為HTML它很多地方是做不到的 所以後來才有所謂的XML的產生 這個理論部分可以看一下 441頁 這叫做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那這裡的話 首先假設說我今天要把XML 假設有個客戶給我這樣一個檔案 我要在那個 Excel裡面去做開啟動作 該怎麼辦 那第一個你要先分析一下 這一個XML它的結構 你會發現它的結構 這邊一定有個商品 那每一個都是商品開頭 商品結束 商品裡面會有哪一些這個欄位呢 包含就是商品的名稱 名稱裡面 夾在中間就是我們的名稱 再來就是價格 所以商品名稱價格 商品名稱價格 都是有一定的這個結構 結構非常的清楚 那如果說我要把這個XML 在Excel裡面開啟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這邊有個範例 第一個它其實基本流程是 我要開啟一個XML 然後再把資料丟進來 最後再刪除這個MAP 有點像是 有點像是Connection Connection 跟那個資料庫做連結 連結完畢 要把它做刪除 那刪除主要目的是因為 它比較 就不會佔用那個記憶體空間 那流程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按下它 新增之後的話 這邊按是 確定 建立一個XML MAP之後 再點這個 把資料撈過來 把它從XML裡面撈過來 撈過來之後的話 它會自動產生一個 一個LIST 一個表單 一個表格 然後這邊的話 我們使用現有格式好了 你會發現資料就通通撈過來 最後記得把它刪除 刪除 那不過它還是要沒反應 你不要再按一下 按一下就產生錯誤 因為已經被刪除了 你再按的話 它就會產生這個 所謂正列所影 這個錯誤的訊息產生 那這個範例的話 我想你們先看一下 裡面的一個結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